大家好,我是文婷,又到周末了,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今天呢,就想做一个这个闲聊的这么一个节目 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是非常规整的这个写 就是先写大纲,然后呢,写好大纲之后 然后再写文稿,然后呢,这个 在这个录制声音,配视频啊,配音乐这么一个过程 也有朋友呢,给我留言,说我这个 就是一听就是读稿,或者说我读稿 这个,没有感情,像AI,像机器人 其实呢,这个是有原因呢,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极致的一个人 就是临场反应比较差 有时候就是通过聊天,以前就最早我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 我也是,就是像别人一样坐在镜头面前 这样,生砍 后来我发现不成 一个是紧张 当然紧张这个事情呢,是可以克服的 就是通过长期的这个锻炼可能慢慢就会好一点 比如说像现在,今天我做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这个口才 临场 反应能力,应变能力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聊天的时候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谈一个话题的时候 很难把它谈得很清楚 我在写的时候,就脑海里就会 有比较完整的一个图景 就能把自己想谈的这个话题 谈得比较明白吧 嗯,但是一聊天就跑题了 我是一个一聊天就聊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聊着聊着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了什么 往往就是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我就跟大家聊了二十分钟的磕 聊了,就是唠了二十分钟的磕 聊了二十分钟的天 但是呢,最后什么也没说清楚 我就很怕是这种情况 嗯,但是后来呢 经过这段时间呢,一琢磨 我就想还是应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口才 嗯,就是这种应变能力吧 所以今天就录这么一个节目 就我也不剪辑了 也不这个做这个声音美化呀什么的 然后就是周末了嘛 就纯粹跟大家闲聊天 最近这个国内不是出了史航这么一个事吗 我就想通过这个史航老师聊聊我这个 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性骚扰 职场性骚扰 包括我自己经历过的 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包括我对史航老师的先生的一些了解吧 我见过史航几次 但是呢,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 也不是朋友 所以我,嗯,我对他的了解呢 都是通过他的一些同学呀 或者说他的一些朋友啊 生意上,不是生意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有合作关系的人聊的 嗯,但是那时候他也没出这个事儿 所以也没有说特别的就是去聊他的八卦什么的 就是侧面听过他的一些事情 啊,大家就姑且一听 就当是这个江湖传闻吧 嗯,然后关于性骚扰呢 因为现在呢,我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 啊,就是美国网络的这个言论的这个审查的尺度 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的小心谨慎 啊,很多题很多题目 包括我做这个王贵全呢 啊,还有包括我做这个吕良伟 啊,我都很非常的谨慎 不知道最后这个审查的尺度在哪里 首先我不想这个冒犯任何人啊 不管他在世还是已经去世了 啊,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也不想过这个审查的这个 这个这个红线吧 就是希望尽量的就是 不要影响到自己这个频道 毕竟做了很长时间了 不想因为自己说了几句什么样错误的话 然后就是把这个频道给 就是给关闭了或者什么的 等我好好研究一下吧 研究一下这个尺度 就是在这个公共场合啊 网络上发表言论的这个 谈论名人的这个尺度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多看看多听听 然后未来呢 可能就不至于像最近一段时间这样 总是说话欲言幼稚 好像在谈论什么样的人都歌功颂德一样 包括谈论锐成刚的那一期也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舆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发言的底线在哪里 又啰嗦了好长时间 快五分钟了 说一下我知道的史航这个人吧 他应该是八中系八七八八八九那片的 戏文系的学生 那时候呢中系的整个整个校园还是很小的 学生也很少 那时候还没有扩招 基本上就是导演表演啊 舞美啊 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些戏 后来中系就扩招了导标混 包括电视系电视艺术系等等 人就很多 而且他们也不在东棉花胡同了 就不在这个就是东城区 他们搬到很就挺远的一个郊区吧 那个新校园我从来没去过 反正应该挺远的 就是说那时候在中系上学的时候 史航在中系上学的时候 学生很少彼此之间 哪怕你不同系 也会经常一起上大课 也会就大家都比较熟认识 然后呢史航据说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出名了 以才华著称出名 他那时候管着一个 就叫什么呢 就是放映厅 就有点像录像厅 就是学校里边 中系自己内部的 就会有一些这个电影拷贝 可能是比如说外国学校赠送的 或者怎么着 就是能看到一些外边的 普通人看不到的一些电影吧 学习交流用的 史航从那时候就出名 就因为管这个放映室 因为这个放映室呢 就是你记比如说 今天晚上要放什么电影 他会写一个大的海报 贴到这个学校 一些闲宴的地方 食堂啊什么的 然后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晚上要放什么电影 大概用几句话 来描述一下这个电影 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这个史航先生呢 他就是每一次 把这个电影介绍的内容 都写得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呢 特别 非常特别 非常妙趣 恒生 就让很多人 看了这个电影海报之后 就非常想去看这个电影 就从那之后呢 他就 在 好像是 这个放映室 好像是归图书馆 好像是归图书馆管的 他那时候可能是管图书馆 从那之后 就这个放映室 就特别的 就总是人满为患 就是很多人都去看 然后呢 老师同学渐渐的呢 就对史航这个人非常熟悉 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呢 就是他呢 比较 就是人非常聪明 读书过目不忘 就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读一本书 吭吃吭吃 可能读一个二十万字的小说 可能需要时间很长 但是他可能读书很快 很快就翻完一本书 然后呢 知识的就是 不是这个 就是打的底子比较好 称得上博览全书吧 我不知道 别人这么说 说他看书挺多的 就是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写东西也非常的好 他就据说 史航先生在中系的时候 在老师同学 这个当中就非常有名了 后来毕业之后呢 他正好赶上这个 自由职业的大潮 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中系的学生 大约毕业之后 都是包分配的 就比如说分到这个 各地的这个话语团呀 电影制片厂啊 什么的 就等于跟铁饭碗差不多吧 还听说还能分房什么的 就挺好的 然后工资可能也不低 然后工 就是工作可能也挺清闲的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 好多这个 就是有一些私人的 这个影视公司就崛起了 他正好 史航就正好赶上 这么一个热潮 就是他就没有 就开始做自由职业 给这些一些影视公司 写电视剧啊 什么的 结果他那时候又出了一次名 就是因为他写东西 特别的生动 特别的好 据说他生平 据说啊 这些都没有证据 这都是江湖流传的传言 据说他第一次上手写东西 写了也就给别人当枪手 写了一集戏拿出来之后 那个影视公司老板 看了之后大为吃惊 就是比他雇佣的这个知名编剧 写东西要好非常多 所以这个从那时候 刚毕业不久 史航就在这个圈里边 渐渐的就出名了 但是呢 他为什么这么些年 编剧一直没做起来呢 就是一直名声在外 但是你要去看他的履历 根本没有什么好的编剧作品 都是那种特别勉强的 挂在人家后边啊 捎带着好像才那个 给他输个名什么的 因为他呢 有几个特别致命的弱点 这些也都是江湖传言啊 大家我这么姑且一说 大家姑且一听 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他有几个特别致命的缺点 一个是他谋偏布局的能力比较差 就是他写细节 比如说你给他一个具体的任务 说你给我写这一集 我这一集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这人物是怎么样的 他就能给你写特别好 水平特别高 但是你如果单独给他一个 二十三十集的电视剧 说这个这个美极 对吧 电视剧谋片布局是挺重要的 就是你怎么开篇啊 高潮在哪儿 怎么收啊 这些人物 故事怎么启程转合 人物怎么 怎么就是 九九八十一难吧 就是你怎么 这个人物怎么成长等等 就像那个书里说的 人物虎光是什么的 是怎么样的等等 就是他谋偏布局的能力特别差 还有一个他特别致命的缺点呢 就是他这人特别脱稿 不知道这是不是艺术家的这么一个通病吧 其实编剧不是 不是不算艺术 其实编剧是个体力活 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 你必须到日期才能交稿 就是你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做一个编剧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是做不了一个编剧的 就他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经常是脱稿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江湖上还流传给他一个外号 叫定金小王子 就是定金小王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只每次给 跟别人合作 只能拿到定金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影视圈 跟写东西呢 基本上是这么拿钱的 就是我跟一个公司签了这个合同 他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和美国啊 和很多国家不一样 就是他是全篇制作的 比如说有一个30集的电视剧 他是一起写 写完了一起制作 然后卖给电视台 不像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一样 都是边写边拍 然后根据 包括韩国 都是根据观众的一些反应啊 做一些微调 然后呢 在电视台播出一集一集的这样 但是现在美国也有这种大包的这种啊 也有这种情况现在 但是中国那时候呢 90年的 都是这种制作方式 所以呢 一般跟影视合作 公司合作呢 都是先给你20 就是比如说10%的定金 就是这时候 比如说你有名气吗 或者说 不管怎么样吧 你可以出一个大纲 然后他就会给你5% 10%的定金 比如说总稿筹是100万 那就可以可能说给你10万的这个定金 然后给你定金之后 你再去写 写这个大纲啊 分级大纲啊 人无小传啊 然后就再完成剧本 然后每一部有每一部的钱 嗯 然后史航老师呢 就是定金小王子 就是他拿了这个定金之后 他就跑了 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坑人什么的 他是写 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 他谋篇布局的能力特别差 其实他就是 我估计啊 我觉得我揣测 他可能是就写不出来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把手机一关 然后也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所以就 就 不管他 你哪怕才华再高呢 对吧 你这么整上 整上一段时间 这个也 这也没人找你了 然后他还脱稿 就包括他写的那些署名 那那几个戏吧 可能本身 本来是不是以他为主啊 但是后来他就沦落到很后边 编剧署名 就是因为 这个写稿又特别慢 经常脱稿 自己的事 生活上事比较多吧 所以呢 他整个就没在这个编剧圈里边 混出来 嗯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呢 巨大的 两个巨大的优点吧 一个是他知识储备是比较够的 就是像这个高尔松老师一样 读过的书挺多的 就是 信手拈来 不论聊什么都能聊上几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口才比较好 嗯 所以这些年呢 就等于做一个文化名人吧 客串一下电影啊 然后再 主持参加一些节目 主持一些节目 啊 去给人 就是帮帮闲吧 就是这么 大概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混的也 也挺好的 嗯 后来 这不这一天就出了这个 这个性骚扰事件吗 嗯 我 我这么说 我先举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例子吧 先说一下我这个 印象比较深刻的 在中国经历的两个事 有一个呢 是在这个 嗯 那个男的呢 比我大20多岁 20岁左右吧 嗯 一个挺大的 年龄挺大的一个大哥 我们在公共场合谈点事 是 三里团吧 我忘了是哪 一个 咖啡厅里边 然后他去 本来聊的都挺好的 我 他也挺规矩的 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这个 就骚扰的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去洗手间了 去厕所了 我背对着他 然后等他从此回来的时候 突然从后背 一把就抱住了我 然后说 哎呀 我就叫我的名字 说我好喜欢你啊 什么的 当时我真的震惊 惊呆了 我 之前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但是很奇怪 就大部分的女孩子 不是所有的 但是大部分的女孩子 跟我的反应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 不敢撕 不是不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愿意撕破脸 其实我那时候 我已经知道 我不会再跟这个人 就是有任何合作呀 以后也不想跟他见面什么的 其实在那一个瞬间 我都已经做好决定了 但即便这样 在那时那刻 我也没有说 就是说 就站起来怒斥他呀 或者说 就是推散他 或者动手 甚至对他动手啊 什么的 都没有 就是还尽量的 下意识的去 就是去 去保持一种特别 就欢乐 就是这个 就是不要破坏这种气氛 就也不知道是给他留面子 还是不敢 还是不好意思 还是 我认为大部分的女孩子 都是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或者天生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弱势 当时我就这个 哎呀 跟他开玩笑 然后呢 就说哎呀 我叫他的名 什么什么老师 我说哎呀 你不要这样 什么的 就一边开玩笑 什么的 然后甚至还拖了 拖了一段时间 还没有 没有马上就 就走了 还生化冷场 生化让他难堪 还跟他又在那坐了 挺长时间 至少半个小时 还聊 瞎聊 瞎扯什么的 动一句 戏一句的 然后就 开玩笑 就把这事 就等于这样混过去了 以后也没有再见到他 然后马上也把他联系 方式就 也没有当时拉黑 非常奇怪 就是 又过了一段 撑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 大概又过了好几个月吧 他又给我发了微信啊 什么的 然后给我发微信 我也没回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把他删了 然后这是一次 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 所以其实从这件事情 就看出来 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 很多女性吧 第一反应都是这个 怎么把这事 折过去 就不想 哪怕就像我这样 就知道跟这个人 不会再见面了 都不愿意撕破脸 还有一次 印象特别深的呢 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也是跟一个人 谈点事吧 也是一个大哥 岁数也不小了 都估计四十岁 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吧 那么一个大哥 然后我们也是在公共场合聊天 然后聊得挺好的 他突然说这个 这儿特别嘈杂 咱们去一个放松的地方 的地方好好聊 我说好啊 那个去哪呢 然后他就说去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浴室 也是在北京 我当时的这个诧异 就别提了 就是当时 我并不是一个 智商特别高 就像我刚才说的 之前说的 临场应变能力 特别强的人 但是我的脑海里 在那一秒钟之内 就闪现了多种的这个 完成了一篇 三千字的作文 就是我当时想 浴室肯定是公共场合 对吧 他也不可能对我怎么样 但是那为什么 要去浴室谈事情呢 我从来没有 没听说我这世界上 还会去浴室谈事的 我们也不熟 你要说你跟我特别熟 大家都好几十年的朋友了 就不要说在浴室谈事 在一个房间谈事情 都没关系 对吧 大家知根知底都没关系 然后我就说 哎呀 我也没有 马上不高兴 我就说哎呀 这个 我说我一会儿 还有点事 我说咱们今天就先在这聊聊吧 下次 下次再聊 还是给他面子 就是这事 折过去了 然后后来这个人 也再也没有联系 就是我在中国 所谓的接受的这 有两个性骚扰吧 大概就 印象比较深的 就这些 其实也有一些可能 就比如说言语上的一些 这样便宜啊 或者什么 但是基本上我没有 从来没有跟人家说 因为这件事情撕破脸啊 或者怎么样 基本都是折过去 这么一种状况 我今天要聊这个呢 我就想分三个点 来聊这个性骚扰吧 就像我开篇说的那样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现在网络审查的尺度在哪 我怕聊得太深了呢 不符合当下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主流大 价值观呢 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就 我就浅浅的 就聊一下我的三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在中国啊 最应该被值得关注的 这个女性被骚扰的群体 就最厉害的是哪个群体 其实是公务员 以前我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 有一次我们也是在聊 职场性骚扰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因为 有一个女孩子吧 我们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经历了这个职场性骚扰的 这么一些事情 我们来聊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男 男孩子 就男人 男性朋友 他跟我说的 他说这个 其实在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是 公务员群体 这个女性公务员呢 就是被下 被老板 就是带出去跟别人吃饭呀 拼酒 包括接受这种言语上的骚扰 甚至肢体上的骚扰 甚至是不是还有更过分的 不知道啊 就是说 其实这个群体 他们很难 比较难辞职 也很难反抗 尤其是在这种 他们那种公务员 这种系统里边 可能如果你要反抗的话 工作是不是就没了 或者说是不是 甚至于你家的 这个亲朋好友 也在系统之内的 你要闹开了 是不是对他们也有影响 等等 就孤立比较多吧 嗯 后来这个男性朋友 说了这个 这件事情之后 我顿时对他就 刮目相看 觉得他的形象 一下就高大起来了 我仔细想 去了是怎么回事 就是很多情况下呢 嗯 大不了对于女孩子来说 忍不了就一走了之嘛 对吧 治不了你还躲不起嘛 但是有很多女性 是躲不了的 我觉得这个群体 其实是我们更应该 关注的群体 这个怎么解决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 怎么解决这个 这个女公务员 性骚扰的问题 确实可能很难解 是不是这个系统 整个连根拔起 这个事情就 推倒重建 这个事情就 不存在了呢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也希望有很多女性 意识到 其实这个 作为性别 我们是有性别优势的 我希望女性也能 正是正是这一点 大家能听到吗 我家猫在喝水 嗯 我个人 只要你不动手动脚 其实我个人 我我本人啊 我个人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不反感 就是开一些这个 就说一些黄段子呀 就是开一些这个 玩笑啊什么的 我一点也不介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像其他的女性 对这件事情 好像非常的 非常的看 嗯 非常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 这个 他点不一样 这个直 不一样 就是愤怒的这个点 和这个 开关不一样 我是 喜欢男女之间 非常亲近的 嗯 而且呢 有时候我 呃 在这个中国的饭局上 我有时候观察的时候 自己在心里边 还觉得好笑 有时候吃饭吧 桌上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 剩下的都是一些男士 然后这些男 看这些男士 互相在那吹牛 嗯 就说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啊 嗓门特别高 我就能想到 想到动物世界里边 这些就是雄性 就雄性动物 为了引起雄性动物的注意吧 总是在那做一些跳舞啊 唱歌啊 就是整一些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 其实我挺能理解 有一些男的 为什么要 就当着女性的面 就显得很兴奋啊 吹牛皮啊 就包括开一些 不是很失忆的玩笑 就他自己觉得很幽默 其实是有点下流 有点不堪的这种玩笑 但基本上我都一消了之 我也不会跟他们计较 因为他们其实是 就是雄性在雌性面前的一种 正常表达吧 他也并不是说 嗯 真的有很多男的 也不是说我非要跟你 追求你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性 就是雄性在雌性面前 就是在表现自己 吹吹牛 吹吹牛皮 都表现一下自己 显得自己挺厉害的 什么的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很喜欢这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正常的 开开玩笑的 这种氛围吧 跟这样呢 大家一起共事 会觉得比较愉快 比较亲近 比较舒服 比较放松 就等等 我觉得女性是有好处的 我自己不 不不 这个一点也不拒绝 可能有时候 确实可能有一些人 会开的玩笑 会过了一点呢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自己这个 这个 开玩笑是开过了 他自己并不知道 自己很猥琐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是这样的 就人和人之间非常奇怪 就是 你有直觉能够告诉你 他是不是 不自觉 就不自知的 跟你开了这个玩笑 还是说他真的是恶意的 有些事情真的是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如果他是恶意的 或者说真的 他自己明明知道 自己已经过线了 还要开这个玩笑 你是能感觉到的 非常奇怪 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的直觉 尤其是特别的 特别的灵敏吧 说了哪儿了 又跑题了 我都忘了 我说了哪儿了 就是说 对 女性要正视自己的 这个性别优势 我觉得女性 通过自己的性别 在职场上 其实是可以 或 其实是占了一些便宜的 就是说 大家不自觉的 可能会更 对你更关照一些 更呵护你一些 照顾你一些 也不太 出了什么事情 也不太会对你说重话 就是 比如说男性老板 也不太会对你说重话 或者说你要是 等等等等吧 我觉得女性 可能更能理解 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女性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承认 我们在职场上 是有一些便利的 但是 但是我也没有说 就我们获得的这些 女性在职场 获得的这些荣誉 获得这些成就 都是靠这种性别 性别又是得来的 那也不是 大家都是凭 真凭 真才实学 没有一个人 是靠自己的 这个女性魅力 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真的很 有女性魅力 你通过你的女性魅力 得到了一个职位 但是如果你没有 真才实学的话 你是不可能干好的 尤其是一些 比如说像 像史航这种 编剧啊 等等这种 这个是真的是要 真才实学的 你不会写 就是不会写 这个就是 衡量的标准 非常简单 上了战场 能打就是能 能打 不能打就是不能打 跟演戏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再有人捧 你自己 能力不行 或者运气不好 也不可以 再回到 哎呀 26分钟了 我要赶紧结束 再回到这个 史航的这个 这个 骚扰事件上 他有没有骚扰呢 真的不好说 因为他 从他放出来的 这个 微信截图来看呢 言语暧昧 而且呢 这个调情的方式 非常让人 不高级 就不是女孩子 热爱的这种 调情方式 反正如果说我 我碰到这样 一个男士的话 我是不会跟他 搞暧昧 或者不会跟他交往的 我会觉得这个人 很没有品位 但是你要说他 是不是真的 就是他跟这女孩子 有骚扰呢 我不知道 可能还要看 更多的证据 但是有一点 是非常肯定的 就当今天的结语吧 就是 所谓的这个 我看网上都在谈 性权利这个事情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就是当你手中 有一定的权势的时候 你利用这个权势 来得到你想要的 这种在性方面的 这种回报 是有这样的 以施压人 我觉得这个 完全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说就看 下一步的这个证据吧 现在还不好判定 就凭几个微信截图 但是通过那几个 女士的这个 这个描述呢 如果她描述的 都是真的话 那就一定是行骚扰 至于这个 史航老师自知不自知呢 那就不知道了 也许她自己知道 自己这事 就是利用权力在骚扰 也许也有可能 她本身就很猥琐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男士 好大一个群体的 一个共同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男士 他并不觉得自己 他以为自己是潘安 以为自己是西门庆 可 就可 可厉害了 以为自己是湖南城 可会调情了 但是其实呢 其实完完全全的女性来说 就是骚扰 就是很恶心 也可能是一种情况 就是这两种 两种中的一种吧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 虽然我自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不太介意 这些玩笑 这个这个愤怒的值 比较高 不太容易生气 但我觉得呢 所有的男性 在职场上 还是应该注意 因为每个女性是 天性很敏感的 而且每个女性 敏感的这个值不一样 有些人很容易就生气了 想的会比较多 可能你一句话 他就会想很长时间 我觉得就是 所有的男士 都应该注意这点吧 不要因此影响 自己的事业 因为一句话呀 一句小小的玩笑 或者毁了自己的事业 就很不值当的 就大家 除非对非常非常熟悉的女性 最好还是要这个 说话要谨慎 保持距离 不要随便开些玩笑 不要随意在女性面前 展示自己的幽默 也许你其实并不幽默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就谨言慎行吧 已经30分钟了 我真的不能再说了 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